国营事业亏损连连却又发放高额的绩效奖金 让社会的观感不佳 连满酒总统都说要检讨 不过今天有将近一千名来自中油台塘跟台电 这些国营事业的员工前往经济部抗议 他们说健保局的亏损很严重 却照样核发2.3个月的绩效奖金 为什么只有经济部旗下的事业被扣到 剩下不到一个月呢 要正义 天空飘着细雨 隶属经济部下的五大国营事业 台湾中油台电台水台糖和汉乡工业 五家公司将近千名员工前往经济部抗议 因为去年的绩效奖金数字被大砍 经济部所有的官员 在听到马英九的社会观感不好以后 那么就开始来阻挡 去年度的奖金所有的国公营事业 包括财政部交通部 公属民营的不是公属公营的机构 都领到2.6个月 包括健保局 在亏损累累之下也领了2.3个月 那我们去年的奖金今年领 竟然被扣得剩下0.57个月 去年金融海啸经济衰退 国营事业账面也不好看 员工说经济不好 但他们的努力也没打折扣 这个部分的责任绝对不是我们基层员工 应该去负担的 因为这样的既有亏损实际上完全是被政府的政策所造成的 五大事业员工代表们由经济部次长接见 在听完员工意见之后 经济部允诺将会请绩效奖金审议委员会从优考量 虽然是争权益 但去年经济衰退 民间企业财源减薪 相对稳定的国营事业算一算 去年的工作奖金和绩效奖金加起来 人工最高还是可以拿到4.6个月 发动抗疫能不能获得认同还可能说 记者张金城博玉台北报道